欢迎大家来到《港经》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四章一至十字 现在先读经文啦 你们中间的真战斗偶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八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恋或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疾到又斗偶真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知与世俗为有就是与神为的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的就是与神为的了 你们想 经上所说是图然的吗?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戀爱置于侄道吗? 但他似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慈恩及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信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意义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仇苦 悲哀哭 将喜笑变作悲哀 欢乐变作仇满 慕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雅各书的作者雅各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在第一章就跟我们讲 如何注释了神眼中的虔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总共有三个要点 好 给一些提示来了 就是第一章的二十七节 圣经这里这么说 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 没有天污的虔诚 其中就说到要看顾孤儿寡妇 留心怎样去看顾保护那些弱势社群 另外就提到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祖 原来 透过雅各书 神就告诉我们众圣徒 虔诚的特点就是 原来你会紧守自己 不要给世界背后那种论述 世界背后的哲理 与神真理违背那种人生大道理 不要给那种世界的道理 去混乱了你对神的认识 和进行真理的心指 如果不是很容易被这些道理 带来你偏离了神的道 所以就提醒我们 在神面前没有天污的虔诚 是怎样的 没有被世俗沾染 所以去到雅各书第四章 第四章就有一个这样的论述 他说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有 就是与神为敌了 所以去到第四章 其实他就想更加仔细去论述第一章 关乎在神面前那种敬虔的生命 怎样为之不要与世俗被世俗沾染 去到第四章就论述了 他说有人真的想与世俗为有 哇 糟糕了 那这种人就是与神为敌了 那在什么的状态底下 或者在什么的前文底下 我们了解了原来这样做 就是与世俗为有 哇 讲讲一下你就发觉 原来前文说 你们求 求这里就表示中星图 藉着一种信仰的教导 我们会向神祷告祈求 哇 原来在这种信仰的操练之中 都会让我们有时候陷入一种困境和危机 雅各就现在就在这种论述当中 让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就是我们在教会中的圣徒 你是怎样祈祷的呢 你在祈祷生活之中 会不会很不谨慎地就踏入了与世俗为有 并且与神为敌的这种信仰败坏之中呢 好了 我们去到这段经文的一开始的论述是这么说的 第三节他说 你们求也得不着 那么在这个祈祷之前呢 他在第二节尾这样说的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那么原来 他们在祈祷之前 向神祈求之先 原来有一个信仰的过程 雅各书在这里作者雅各就告诉我们 当时他发觉在教里面有一帮基督徒 他们是不向神祈求的 后来才向神祈求 那么为什么他们一起初就不向神祈求呢 原来他们不祈求是因为他们效法了世人 用了世界那套的方法去围着满足他的私欲 那么用什么方式能够达到得着一些东西 而满足到自己私欲啊 那么世界那套的方法就是争战斗牛 那这样东西其实都不需要世界的人教你的 有时候从小我们就懂得了 就像这幅图那样 小朋友不知为什么打在一起 那么打打去到大人的时候就更加的暴力了 是吗 你有没有试过和人去欠东西 小小的时候要不要人教你就去欠东西呢 不需要的 我以前试过见到一帮小孩子在教会里面玩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掌椅子 外面有五个小朋友 只有四张椅子 一边唱歌一边唱歌 小朋友就来掌那张椅子了 那我就在那间房的外面那一盆窗那边看进去 看到他们这样玩 真的几开心 那我看见到一个这样的情景 就是差一差的时候有一个争输了 你知不知道这个小朋友怎么做 立刻走过去一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的人 就推开了个小朋友 就自己坐下去 是不是当时的导师教他 原来差不到你就要推走个人 你自己坐下去 那我相信这些导师当然不是这样教他 那谁教他 自己咯 人天生就有这种争斗的心的了 要得着自己私欲里面所想要的东西 透过这个游戏就证明了 那时候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要得那张椅子坐在那里 那怎么样 他就用他自己有限的力量 推开一个相对他观察下 觉得没有他那么有力量的一个 另外一位小朋友 是不是 推开了之后他就得着 他要得着的 这个就是世人已经有的特性 所以无造出来的人 传递出来的那种模式 都是一种世人已熟能长 天生就有了 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听 它说 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 那就是说 有时候是会得着 是不是 但是有些情况是得不着 那怎么样 他们就不单止是真战斗偶的了 他说 你们杀害贼道 又斗偶真战 就是说 里头原来 为什么会有这种斗偶真战 因为里面有私欲 里面有贪恋 是吧 是吧 同时加多样东西 贼道 就是人有你没有 是吧 那这种贼道的心 会催化人去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步 就是杀害 创世记很经典的例子 是吧 该人杀阿伯 该人和阿伯能够直接与神沟通 能够知道要向神去献祭这件熟灵的事 谁不知 当该人和阿伯分别都向神献祭的时候 神就阅纳了阿伯这个人 希伯来书补充告诉我们 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带着信的 所以他带着信心来献祭 而该人呢 圣经先没有说到他有没有信 但是透过阿伯的例子 就成为一个反称的例子 就证明当时在神面前不蒙越纳 因为该人这个人在神面前 不是带着信心来献祭的 因此当神不越纳他 也不越纳他的祭物的时候 他就生了神 他生了神 他生了神的时候 神有没有提醒他呢 有的 提醒他 罪就不在你面前 你要很小心控制他 当然我们知道 自从阿当夏娃犯罪之后 所有人都活在罪权之下 所以这个该人充满着不信的恶生的同事 也都带着疾到 当他每一次见到神所遇纳的阿伯的时候 该人的心就奋奋不平 圣经说 有一天他们在一个地方 谈论的时候 这个阿伯 该人就冻了撒基 把阿伯杀在 并流了他的血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但是大卫年少的时候 他深相信 他靠着耶和华去战胜 哥尼亚 当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 众人都称赞大卫 当大卫被称赞的时候 圣经明明记载 塑罗就生了大卫 事情的发展就是 去到某个阶段 塑罗觉得他的皇位 受到大卫的威胁 众人都喜悦大卫 所以大卫决定追杀 所以塑罗决定追杀大卫 塑罗一路追杀大卫的时候 大卫反而要恕塑罗 对他不义的行为 所以有机会杀他的时候 他照着神给他 真理那种带出来的感动 最终悔改 不愿意杀害塑罗 塑罗后来就因为 他自己的愚昧无知 最终被神弃拙 并且在争战之中自杀而亡 所以原来这种按着世俗的方法 为自己得着 最终有时真的得不着 就算他用尽诸般的方法 去到新约时代的基督徒 同样都会畏着一些事情 得着某些事情 竟然用了世界的方法 去处理一些信仰上的事情 而显露出一种 与世俗为有得罪神的方式 这样处理教会的事 就正如在历史当中 有一个时段 在主后的256年到336年 有一个教会里面称为基督徒的人 他叫阿刘 是当时阿历山大的教会当中的一位长老 他的信仰开始偏离了圣经的教义 他相信的基督不是自有永有 与父神同在的 而是他相信他也是神 但是比父神低一级的 是父神创造出来的神 所以这里很明显 与我们圣经所启示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创造万有的神 他不是被创造者 所以去到某一个时段 去到主后325年的尼西亚当时 举行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当中 这个阿刘派的论述 差点成为正统的信仰 谁不知在这个时候 一个勇敢的执事 叫做阿他拿收 他站在会中 用真理的话语 去揭力去抵挡这些谋误 错误的论述 就称阿刘所说的论述为二端 到最后 就确实在这个会议当中 就将阿刘的论述 定为什么 定为二端 谁不知 过多几年之后 阿他拿收 这个派别的论述 又在会议当中 又被定为二端 又被定为二端 甚至阿他拿收被放逐 可想而知 人的会议 有时候真的摇摆不定 圣经的真理 是明明确确的记载 论述的 所以你发觉 这些信仰思想的那种辩论 在不同的时代 都是不断的 在继续延续下去 去到主后四百四十九年 在以忽所召开了会议 神期望我们当然是用一个和平的心 在那种辩论之中 能够越辩越明 谁不知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 两个派别的不断的争辩底下 大家水火不相容之下 就发生了动武的情况 即彼此打在一起 因此这个会议被称为强盗的议会 但无论怎样都好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教义的问题 而是在说 当有班自称为骄徒走在一起 为要得着一个正统的结论 为着要得着一个 他认为对的事实的时候 谁不知 竟然用了世界那套 就是用了斗偶争战 所以这一切的事情 随时会发生在教会圣徒当中 绝不差异也都不需要觉得稀奇 就正如当时在使徒行转里面 为神作弓的素罗 后来称保罗 不断去传福音 传对哥林多建立哥林多教会之后 他就写了封信 《哥林多前书》 在第三章一到三节 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基督徒 他说 没有用奶为你们 没有用饭为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 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 有质道纷争 这岂不是属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妈 这里有两个信仰的层次 一个叫做熟灵的 一个叫做熟肉体的 熟灵的熟肉体的 都是指近那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因为讲到一个熟肉体 不好的状况的时候 明明有这样的注释 他说在基督女为婴孩的 所以他熟肉体 看来他已经是基督女 重生得救 只不过他的信仰生命 是很幼乱 如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这种熟肉体的情况 就是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 初期的阶段 谁不知 过了一段时段之后 这班应该由熟肉体 进到更美好的状态 熟灵的地步的基督徒 竟然去不到那个阶段 仍然维持在熟肉体的阶段 信仰如同婴孩的阶段 什么为之婴孩阶段的基督徒 这里有注释 他说因为在你们中间 有些特征出现了 所以我知道你仍然在信仰的初阶 如同婴孩 有什么特色出现了 原来在这班的基督徒里面 仍然充满了质道 带来的纷争 这种行为 和世人无意 所以鼎子们们 这里就告诉我们 原来 与世俗为有 效法世俗那种方式 去处理教会的问题 这种就是熟肉体的 因为里面就带着人本质上的质道 而这质道在处理事情上 就带来纷争 因此我们去到雅各书 第四章一开头 这里这样的论述 它说你们用这种世俗的方式 要去得着 满足自己的私欲 满足自己的贪恋 满足自己质道的生 谁不知神不容许 这里解释 为什么用这种方法神不容许 令到你们得不着 这里不是说 一定用这种方法是得不着 有人杀害质道真的得着 但是雅各这里就强调 为什么神容许你们 最终是得不着 他就解释了 因为你们不求 即是说基督徒 你们要得着 你们要得着的东西 应该用什么方法 他就提醒你 你们应该用祈祷的方式 仰望神 神是你真正的赐予者 世人不认识神 当然不会向真神祈求 所以如果要得着 你们要得的 现在恩着信耶稣基督 你们应该有一种熟灵的方式 神所器的方式 向神祈祷 现在你们得不着 因为你们没有用熟灵的方法 去得着你们想得着的东西 所以我们回教会一段时间 无论多幼乱都好 圣经教导一定会提到祈祷 众人都学习祈祷 好了 来到雅各 在守望教会的过程 他发觉 咦 他们有祈祷 谁不知 第三节就说 你们祈祷 就算祈祷 是的 你们用了熟灵的方法 咦 奇怪 得不着 都是得不到 原来是有原因的 雅各就 显明了他们内心的原因 圣灵感动雅各 写出这个原因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他们网求 何谓网求 他求得来 是里面有一种虚妄的心 是没有正确的目标 是没有一种神所喜悦的目标 这种祈祷 不是神所喜悦的 没有一种神愿意给你 真正有属灵益处目标的 这种祈祷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是网求 后来继续注释 他说他们这样祈祷 原来就为了浪费在现乐之中 他们为了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 祈祷求神 但他们求到一个地步就是浪费 就是求到一个地步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想求很多 多到一个地步 没有所谓了浪费了 不觉得是很浪费的 所以他们里头这种祈祷 就是尽量满足自己的私欲的祈祷 是很浪费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过去和朋友 去吃大食会 去吃蒲菲 或者烧烤 桌面摆了很丰富的 多到不得了的 最后怎么样 吃剩了很多 是吧 吃剩了很多之后怎么样 就成为厨余 原来世界有很多人没有东西吃 但是有很多人吃得饱 但是吃剩那些怎么样 就倒了去 在垃圾焚化炉焚烧了它 我们一看到就觉得 唉 真是可惜 很浪费 参加弟兄姊妹们 原来当时一帮信徒 他们向神祈祷 不用斗牛真战了 不用世界那一套了 用熟灵的方法 熟灵的方法对了 但是他们祈求的目的错了 他们最终在其中 也都是带着世人那种目的 用熟灵的方法去祈求 那这种网球 神都看为烟乎 令到他们打不着 那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 会有一种网球的信仰状态 会有一种效法世人 得着的目标 与世人无疑 是要浪费在现乐之中 因为当时在周围的环境 那种生活的模式 那种吹嘘 鼓励人追求的生活模式 就是为什么 那个时代是罗马时代 有些罗马时代的画像 我们看到当时有钱的人 在中间 自己好像在撥线 有很多伯人 去服侍这帮称为主人翁 是吧 有这种模式 你发觉 哇 他们很舒服 是吧 有另外这种模式 坐在那里 是吧 有得吃 有得饮 很舒服 有些软展 博在那里 是吧 享受他们的生活 所以这种情况 都会影响当时 刚刚信主的基督徒 甚至或者信了很久的基督徒 他们都有人那种私欲 享往一种的生活 甚至这幅图 饮饱食罪 还有人在狂欢跳舞 是吧 这种奢华的生活 难免就是世俗这种生活 影响了教会里面的众生徒 正因为这样 就很容易有一帮人被影响了之后 他们就用索灵的方法 不打架了 不疾到不杀人了 但是就爱世界那种的生活模式 就用了索灵的方法 向神祈求 那圣经就定性这种人是什么人 第四节告诉他们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原文是指淫苦 好 现在就用一种婚姻的状态 作为一个比喻 说一种与世俗为有 认定世俗这种生活享乐的目的 为基督徒的目的 以到用索灵的方法 去得着这种世俗 现乐浪费的享乐 圣经说这种人都是与世俗为有 并且用一种比喻 婚姻状态的比喻 称为淫苦 和合本就好些了 他就稍为改了个字叫淫乱的人 但是渔民是淫苦的 淫苦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婚姻状态下 这个太太应该是专一地爱自己的丈夫 谁不知在专一爱丈夫的状态下 他竟然爱了另一个男人 所以就称为淫苦 所以用这个比喻 应该骄徒 你是专一地爱神 倚靠神的 也都是爱慕神 要你爱慕那些 但现在你竟然爱慕神 以爱那些 是神吴越纳那些 反而是世人越纳爱慕那些 这种心灵的偏差 就如同一个妇人不专一爱她的丈夫 一个教徒不专一爱她的神 以神所喜悦的为自己的喜悦 以神为喜爱 你们达到的目标为目标 偏离了这件事 就在信仰上就如同一个淫苦 这种参集了不专一爱神的人 就称为淫乱的人 这种不专心依靠神 要得着神为他铺设要得着的 他向往了世人 要得着世人所得着的 就是这里称为淫乱的人 所以后门就说 这种淫乱的人 就是与世俗为朋友 与世俗为朋友 与世俗为朋友 就立即就 就是与神为仇敌 所以这种与世俗为友 就已经在神面前 借着 雅各书 向现在我们众圣图宣告了一件事 与世俗为友的人 哪怕你用那种方式 又或者哪怕你要追求那种目标 都是与世俗为友的话 就在神的面前 你是与神为敌 现在有一批人是这样生活 有一批人可能都被动摇影响 所以雅各又提醒我们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 就是说已经见到有人这样生活 那你就产生一种羡慕的心 你都想那样 好像这帮骄徒与世俗为友 请你记得 是与神为敌 我们去回 苏罗和大卫这个例子 苏罗杀死了哥利亚之后 苏罗因着苦人去称赞大卫 就伸出质道 圣经就说苏罗就 不断用世人那种方法 想保守自己的皇位 那就将最有可能抢他皇位的大卫 由他最没有实力的时候 就将他殲灭 是吧 所以不断追杀他 后来神继续保守着大卫 直到最后 苏罗被神弃住之后 苏罗想借着各样的方式 求问神都得不着 他最后竟然 违背了自己作王 起初所立的约 不准在国家里面有求问 那些无术的人 将这些全部从国中剪除 谁不知当他不能够再求问神 神不再回应他的时候 圣经怎么记载 谁不知 苏罗就用世人的方式 想求问一个交贵的妇人 想知道将来在一场战争当中 他的结果如何 圣经就说 当非理事人聚集 苏罗见到的时候相当惧怕 第六节 苏罗求问耶华 却不值着梦 或污灵或先知回答他 他造成一个原本律法禁止 甚至他都禁止的事情 就是他竟然是一个交贵的妇人 找了之后帮不帮到他 当然帮不到他 他能不能够用他的方式 得着全流他自己王位 就是他心中所盼望的事 得不着 最后他在一场战争当中 伏在自己把劍上自杀而亡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凡于世俗为友 就与神为敌 你这种方式 你这种目标得着的 完完全全是与神背离的 也就是神的敌人 神岂可用你得胜 所以这种与世俗为友 就与神为敌这种状态 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说到与神为敌 不信神的由 一向就与神为敌 但你竟然信了神 仍然与神为敌 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在这个信仰下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但这些事情当时就发生在 雅各搜望教会事情当中发现 因为他们的里头充满个人的私欲 贪恋质道 因此我们知道刚才所论述的 素罗听到人大卫杀死万万 人家只是赞他杀死千千 他就生气了 只是黄卫不留给他 只是黄卫留给他 是不是 就不是给了大卫 所以现在他很紧张的 暗示他紧张的就是黄卫 因此最终就因着他的法路 与责道 就不断去追杀 谁 追杀大卫 所以我们就知道 原来这种状态 在圣经里面解释得很清楚 他说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图然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戀爱至于责道吗 他就说 明明神 恩将我们信耶稣基督 与他和好了 不是与神为的 神又将圣灵 摆在我们的里头 放在我们里头 神的灵在我们里头 神就会将他自己期望我们要得着的 摆在我们的里头 他就说 如果神叫我们爱慕的东西 会爱慕到好像世人一样会责道的吗 神会吹发我们的心去爱慕一些事情的 但就不是像世俗那一套 也不是像我们以前未信主那一套 爱到一地步会责道的 这样不是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了神 就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 圣经罗马书8章11到15字 这样说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值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我们原本这个犯罪的身体 因着信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义的身体 能够信服神的底下 借着身体去表达出神所喜悦的义行 这个身体这样行出义来 就证明这个身体从以前犯罪死的状态 变成一个活的状态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蒙神引导 神告诉我们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 都是神的乙子 所以我们称为信主的人 也都称为神的乙子 这个时候原来我们不断地 是容许神的灵引导着我们 去行神眼中 为对的事 所以圣灵引导我们 我们信着圣灵的时候 会怎么样 在加拉太书5章16到21节 这么说 我说你们当信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 引导我们 我们就要学另一个深层次的功课 就是信服圣灵的引导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放纵情欲了 但如果我们不信着圣灵而行 我们仍然好像不信的人一样 会放纵情欲的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每个人有了圣灵 我们必然有这样的经历 第17节说 情欲和圣灵相争 如果我们重新没有圣灵的话 假设应该是有的 没有的话 又何来有情欲与圣灵相争 当我情欲一出来的时候 内住在我里头的圣灵 就会出来引导我 行正确的事 与我的情欲相争 当圣灵和情欲相争 圣灵引导我 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我里头的情欲 就会出来抵抗圣灵的引导 所以这种的经历 是不是大家众圣童都有呢 没错了 这个不断的操练下 我们就学一件事了 就是信服圣灵的引导 一路学习得着得着 信服信服 那又怎样呢 没错了 信服圣灵最终会有生命的果子 得着的结果是什么呢 经过一段时间 不断的学习操练 信服了 你就会结出 神给我们应该要追求得着的东西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洁 这些是生命的元素 是神所喜悦我们 在祷告当中仰望神 叫我们学习信服圣灵 我们爱慕的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这一切生命宝贵的特质 所以25节这样说 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 我们都是靠圣灵行事的 所以我们按着圣灵的引导去祷告祈求 在圣灵里面祷告祈求 我们祈求的就是要所结的 是圣灵的果子 如果我们有这种祈祷 有这种的学慕的时候 26节就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怎样呢 就不会贪图虚明 不会彼此野气 不会互相质道 所以我们回到雅各书这段经文了 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圣灵 让我们戀爱不至于质道 让我们戀爱是至于什么 要得着圣灵的果子 要得着神所喜悦 生命丰盛的果子 是吧 所以在第六节就补充了 神是一向有很多东西要给我们的 但不是用世人那道 用斗偶的方式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质道 甚至杀害人 因为神本身就有丰丰富富的恩典 要赐给我们的 只不过当谈论到 神有很多恩典要赐给我们的时候 这段经文再补充更深的层次 值得我们思考 为什么人会信了主之后 仍然用世俗的方式 去得着自己要得着的东西 仍然要追求世界那种世人需要 追求那种目标和得着呢? 圣经说 所以经常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此因及谦卑的人 原来世界那套 为什么会进到圣徒的内心 成为他的朋友 以至他与神为敌 原来更生的原因是什么? 原来人在神面前有一种骄傲 正因为这样 神要恶恋这一班不成熟的骄徒 那怎么样? 他就不容许他 用世人那套去得着 他内心要得着的 甚至用祈祷的方法 神都不让他得着 为什么神经常阻挡我 得着我想得着的? 因为神要阻挡你这个骄傲的人 因为骄傲的人最终得不到 神要你得着的那些益处 那神这么爱你 那他当然会阻挡你了 免得你继续用你短暂的人生 花了你所有的心机 要得着那些 与神为敌的物质 与神为敌那种方式 所以神一定阻挡你这一班 已经蒙恩得救 但是也是骄傲的骄徒 因为神阻挡完之后 就想你成为一个什么人? 由骄傲的人成为谦卑的人 神就将他的恩典多而又多 赐给你的了 那经上所记 阻挡骄傲的人是哪个? 原来是真言第三章 三十七至三十四节 诗经这样说 也说就作恶人的家庭 赐福给二人的居所 他基朝那些好基朝的人 就是骄傲的人 赐恩给什么? 谦卑的人 所以这里就回应 雅各书 其实就引用第三十四节 神真的在笑那些 在他面前骄傲的人 哼 你这么骄傲? 好 就是不给你 因为骄傲的人 神不会将他得着之后 荣耀归回给神 他是以为他自己憑着自己实力 用自己血气的方式 效法实现一样得着他要得着的 以此为骄傲 所以神一定阻挡这种信徒 并且赐恩给那些 在神面前传谦卑的心 就有所得着 这种真理 在圣经里面遍布不同的经文 例如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 其中第五节 就是这样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这里的地图所指的是 上文所说的 天国是他们的 也是第十节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天国里面将来我们承受的 进入天国 并且天国里面有神封盛的生命 都是我们在这段 不长的年日 在地上不断追求过程里面 神期望我们得着的 那我们要得着天国里面 风风富富的生命 怎样得着 圣经说 谦卑 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温柔的人 所以对照素罗的时候 我们看回大卫 是一个很宝贵的例子 他虽然被神描损了 但是他所经历的是痛苦的日子 当然在神美圣的指引下 是要奥练他成为一个 患难之中 经常倚靠神的人 后来他就成为一个美好的绑约 成为一个常常倚靠神的君王 因为凡作君王 去到这么高的位置 人骄傲心是很容易出来的 所以神在他人生的前半部不断部署 让他成为一个谦卑的君王 当大卫做了王之后 他就在神面前很着弱 他想把神的约柜搬到大卫城 所以最终他经过考核之后 他明白原来要找利美人抬约柜 他成功将神的约柜抬进大卫城的过程 圣经就记载一个人物 就是曾经许配给他的一个妻子 就是素罗王的其中一位女儿 这个女儿就是米甲 他看到大卫很欢喜地带着约柜 入大卫城的时候 这个米甲当时已经因为大卫逃难 他就被许配给另一个的丈夫 但原本是属于大卫的妻子 大卫将他夺回之后 这个米甲就很恨大卫 恨到一个地步 他看到大卫将约柜引进大卫城的时候 他就在众人面前这样说 他说 以色列王今天在神博彼女眼前露体 如同一个轻战人 无耻露体一样 有很大的荣耀 因为圣经记载 当时大卫开心到的地步 有些衣服脱了他 所以这个米甲就笑大卫了 赤身露体那样 那这种娃褲底下 大卫怎么回答呢 大卫就对麦甲说 这是耶和华 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已经拣选我 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立我作耶和华文 以色列的军 留意了 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并且怎么样 我也必更加卑微 自己看为轻战 不用你告诉我 我现在好像一个轻战的人 赤身露体那样 而我本身在神面前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悲战的角色 我就算做了君王 我也要对自己 整天有个心 这样说 我在神面前是极卑微的 所以这个大卫之所以蒙神越纳 他真的有一种信仰的特点 是神越纳 是神所喜悦的 就是他在神面前有这种谦卑 所以圣经告诉你 原来这种基督徒 他是戀外至于执道的 不是神所期望的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 因为近深的原因就是 他在神面前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 这种骄傲就成为教会里面很大的难阻和囚敌 这种骄傲在众圣图里面 就成为一个很败坏的事情 引致到教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其中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 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分党的事情 有人告诉了给保罗 保罗就发现原来当时有分党分争 有人说他自己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自己是属阿波罗 有人说自己是属基法的 即是彼得 有人说自己是属基督的 这里所说 有一批人跟过保罗 就觉得保罗好很多的地步 好过阿波罗 好过基法 有一批人跟过阿波罗 学习圣经的 就觉得他好过保罗 好过基法 有人跟过基法彼得 他是大使徒 他是十二使徒之手 众人觉得他的明星跟随他更好的 所以大家就按着他们喜悦的事情 强调自己 就诋毁其他那些 那就形成了分党得来又纷争了 那为什么有这种分党和纷争呢 保罗一直解释就一样 是什么 就是在神面前 我们不应该自夸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神面前 卑贱被人厌护的 是无有底下 被神简算出来归于神的 如果要夸口 就应该指着主夸口 永远是归于主的 不是归于任何一个骄徒的 甚至不是归于教会里面 任何一个好像很出众的领袖的 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件事实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问题 原来就与人里面自夸有关的 在圣经之前跟大家提过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四节 既然是属肉体 就在基督里面围婴孩 属肉体的人就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他们就会贼到 又会纷争 所以就会说 我就是属保罗的 你是属阿波罗的 我看下你们这一批 那批又看下这一批 所以这种的纷争与贼道 就是下发世人的样子行 有骄傲 有贼道 有纷争 不单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讲的哥林多众圣徒是这样 不是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某些圣徒是这样 还有就是肥立比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 这里提到一件事就是 保罗说 原来有人传基督的福音 是出于什么 出于贼道和纷争的 他们在人群当中 他们结党 不诚实 他们内心不是诚实地 要传扬基督的名 他们是因为出于贼道 想被别人厉害 有一个更好的成果出现的时候 这一批人就走在一起结党 去抵挡另一批人 而那批人肯定是显出他们的愚昧无知 或者那批人肯定是效果好过他们 所以他们不会贼道 所以他们这批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为了贼道 就与另外一批人 发生纷争 他们就跟他们斗 斗什么 在全福音的事情上斗 这种在神面前是何等不诚实 但无论怎样 这种事情总是会出现在神的家里面 既然如此 圣经就说 你们用世界那套方式 你们追求世界那套想要得着的东西 最终得不着 求都得不着 所以亲爱鼎姊妹们 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常常要对付的是 阻挡我们里头 得着神 比我们得着更多恩典 我们里头要对付的是什么 就是个人在神面前的骄傲 常常要在神面前祈求一件事 常传谦卑的心 参观看姊妹们 来到这里我有少少个总结 在祷告的时候 要以谦卑的心 以求从神而来的恩典 以免在属灵上行淫 不照神的旨意 而下发了世人 因贪恋 责道 斗偶增賤 甚至杀害 以求得着那些不义之物 不单是这样 在这段经文里面 神借着雅各书 向我们提出 其他什么属灵的吩咐呢 去到第七节 他说你们要信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原来在背后轻风作浪的 就是魔鬼 他看到人那种骄傲的特点 正如魔鬼本身拆出不义的骄傲一样 他就要兴起人在教会里面 带动那些 带动那些 仍然骄傲有特点的这班的骄徒 在教会里面 有纷争 有结党 有斗偶 这些事情 所以 在这里的雅各 提醒我们 不单是要针对自己的骄傲特点 也要提防那恶者的搅拗 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 魔鬼就要令到你 骄傲 不要信服神 所以 我们不是赖魔鬼 而是魔鬼用得着我们的骄傲 他着我们的骄傲 吹逼我们的骄傲抵党神 所以我们要明白 求神帮助我们 为什么要学习信服神 因为我们如果在凡事上不学习信服神 魔鬼就会很开心地 不断动用我们这种不信服神 骄傲的特点 全流在教会继续做 搞破坏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特兴节目们 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 去想到魔鬼的可户 但圣经说 当我们一信服神 魔鬼就很害怕的 怕到地步要离开你逃跑 逃跑就怕了 原来我们信服神 魔鬼是很害怕的 所以我们有了信仰的真理方法 也有了信仰真理属灵正确的目标 我们这样信服神去追求的时候 魔鬼是最害怕的 你有属灵的方法 没有正确属灵的目标 他不怕你的 但如果你有得来 有信服神 他是很害怕你的 一说到抵挡魔鬼 魔鬼必离开 你想起圣经哪个例子 没错了 马太方第四章1到11节 主耶稣的例子说得很清楚 当时主耶稣已经饿了40天 肚饿了 当然在这段时间 主与父神有美好的交通 但过了之后 他肉身上仍然会肚饿 因为他原本就是 道成肉身的人子 但这个时候 魔鬼出现了 试探人的前来 对主耶稣这么说 你若是神的乙子 若是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 应该译做什么呢 记事 是一种假设得来 是一个事实 所以译做记事 是更加准确 正因为这样 你既是神的乙子 神的乙子 所以说 立刻行神迹 让这个石头变成色彩 这样就是人最需要的了 那是不是 事实是可以 事实是不是需要食 事实需要食 但耶稣的回答 就反映了 魔鬼在这里的试探 原来为什么称为试探呢 耶稣的回答是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即是说 耶稣这样的回答 就冻析了魔鬼试探 这句说话 背后就要迷惑耶稣 人活着就是单靠食物 耶稣就要做一个完全人的回答 错了 如果人要活着 包括两样东西 食物 还有呢 神一切的话 你的肉身活着 但是没有神一切的话 在神面前看事死的 所以有属肉体的部分 也有属灵的部分 现在那我者就要耶稣强调属肉体的部分 所以耶稣就要 立即回应他 要留意更加着重的是属灵的部分 就是人一定要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样活着 而活在神的面前 肉体活着 灵性都要活着 现在试探失败了 魔鬼继续试探 你在垫顶上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神会插在他的使者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跌在石头上 主耶稣说 你不要试探主 因为你断章取义用一段经文 虽然你现在用圣经来鼓励我 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来荣耀神 让人知道我是神的义子 但圣经已经明明记载 我是用钉十字架来 让人辨识我是神所插来的基督 现在你用圣经是来试探主 神明明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见证我是基督的 你明明将这些说话断章取义 根本不是这样去解释而来应用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 用圣经得来是试探主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用圣经得来都要小心 不要断章取义 不要不跟上下文解释 那段经文本身的用意 以到怎样去应用 如果不是 我们常常丢在试探主的过程之中 到就是魔鬼来试它 他说把世界所有的荣华放在他面前 你拜我呢 你拜完我之后 我就将这些所有的贴给你 你是基督 你是犹太人的王 王就要得着世界了 最终等我来给你 你拜一拜我就可以了 耶稣就告诉他 撒旦退开吧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是逢他 耶稣基督作一个完全人 去回答试探他的魔鬼 让他的回答 让我们明白一件事 就是什么叫做敬拜神 魔鬼就是想众星徒敬拜神 就是透过得着物质 神给你物质 你就爱他多些 敬拜他多些 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作为一个完全人 为什么要敬拜神 因为 拜主 因为他是我的神 我要单单侍奉他 所以我们敬拜神 因为我们是被创造者 他是创造者 我们被创造的人 去敬拜创造者是必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服侍他 都是理所当然的 有这个真理理念的时候 你就不会因为你的人生里面 被别人少了 物质上的供应 你就失去了敬拜神的心 你就失去了 侍奉神的心 7月1日前面 撒旦常常用世界那种方式 世界拥有的物质 来试探你 是不是一个真真正正 追求种属灵原因去敬拜神 还是爱慕世界那一套方式 来敬拜神的 去到最后 魔鬼就离开了耶稣 他都逃跑了 但是奴教福音 同一段经文记载 就是暂时离开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耶稣就作了一个最宝贵 最好的例子 在这么多的事丹当中 信服神 魔鬼都奈利不可 都要逃跑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要亲近神 让我们在亲近神的过程里面 又学习信服神 我们怎样能够去学习信服神 我们在亲近的过程里面 认识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学习信服神之前 要先学习什么 亲近神 神就会亲近你 抵挡那恶者的试探 他说神就必亲近你 这个过程就显露出我们内心 如何得罪神 因为神就是光 当我们亲近神的光 神的光 神的话 显出我们的黑暗 所以后文就说 有罪的人 洁净你的心 心怀意的人 要清洁你的心 咦 有罪的人 指什么有罪 清洁我们的手 要清洁我们的手 是什么 清洁我们的心 要清洁我们的心 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有罪 不是说所有的罪 我们跟上文 上文就说 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 心怀意义的人 是因为我们里头 除了想亲近神之外 里头还有什么 里头还有一种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 所以心怀意义是说什么 我们里头 亲近神用祈祷 尝试求神给我们的东西 但我们同时又折纳了另一种的观念 就是想与世俗为友 世俗那套世俗要得的东西 竟然都摆在我们里头 所以就产生教会里面的斗偶 真战 在我们的白体的私欲当中 产生那种质道 带出杀害 最终是得不得到 得不到 所以很多基督徒 一路读圣经 亲近神 一路又爱世界 一路就想与世俗为友 就常常坐在这个分岔路口上面 一边就与神为友 一边又想与世俗为友 在神的面前是不得的 就正如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 去到第七第八节 他说 不要为作恶心为不平 也不要向哪行不易的伸出疾道 你见到恶人行恶 你有没有扯火觉得很憤怒 憤怒到一个地步 咦 竟然去到另一个位置 就是你发觉 咦他们这样做都可以 就令到你里面产生疾道 那为什么会质道 后问第七节说 因为那些行恶的道路通达 他们的恶谋竟然成就 竟然得不到公平的制裁 没有人去罚他 哎呀 那行恶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事情 那成为什么 明明开头认为不对 就竟然成为你的质道 成为你想盼望的路 你都想像这帮恶人那样 得着这种恶谋成就的机会 所以圣经就说 当指着你去离弃憤怒 没有心为不平以致作恶 免得你伸出疾道 效法他们走一条 以为通达的道路 又正如 在雅各书第一章开头说 如果我们缺少智慧 在讲熟天的智慧 在白般的试炼当中 神要建立我们熟天的智慧 足灵信心的完全 这种智慧如果你发觉没有 那你就要求 但圣经在这段经文就这么说 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好似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这种人在主里得不着什么 心怀疑的人在他一切所有人的路上 没有定见 那为什么称为疑惑的人 为什么心怀疑 因为当讲讲圣经 就发觉神的道又挺合听 那这种智慧我真的缺少 那没错 我应该求的 但求求下又觉得 啊 真的要求这种熟天的智慧 那难道我以前以前生活 习惯那种世人的方法 熟血气的智慧 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 真的一些的效法少少都不行吗 所以疑惑就疑惑再这样了 你又要熟天的智慧神的原则 但是你又放不下世界给你那套的原则 又放不下想得着世界那些 学求的事物 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 《雅各书》第四章提我们 第八节 他说我们一亲近神 显出我们有罪了 显出我们是心怀疑了 那怎样呢 就要洁净你的心 即是你里头有一种更迫切的想望 要洁净我们的手 不要再用世界那套比似斗偶 心怀疑的人要洁净你的心 你学慕的是什么 神的方式和神所爱慕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内心专注在 是神与我们期望得着的 用熟灵的方法去得着他 在神面前有那份的谦卑 去得着神与我们丰丰富富得着的 那这种的心 因真理而得洁净的时候 真的从心怀疑 进到一心一意的时候 有什么反应的 那这个人就会在神面前 愁苦悲哀 所以真真正正在神面前 从心怀疑 结证了 进到一心一意 在亲近神这件事情上 达着真正的益处的时候 他们就发觉以前那套 竟然效法世人与神为敌 是何等的不是 所以他就在神面前悲哀 他在神面前没有欢乐 不会再好像那些 得着世界那套的基督徒 饮饱食醉浪费在 现乐当中那种欢乐 反而这种欢乐会变为愁满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里告诉你们 没有在主面前自卑 最终主就必叫你 圣告 在聂王几下18章和19章的经文记载 欺世家王 当时他被亚瑟王攻击 攻击到一个地步 他忘记了一件事 他忘记了向神祈祷 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用世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将他所有的财富 甚至连圣殿里面的金银 圣殿里面那种墙上面的金都挂下来 带到王的面前 祈求这个亚瑟王不要攻打他 谁不知 好了用了这些金银珠宝 期盼的这种环境得到舒缓的时候 得不得到呢 得不得 这个亚瑟王猜派他的神谷 来到耶路撒冷城 在城下就骂这帮犹太人 怎样骂 他说你们这帮倚靠埃及人 你们又说倚靠耶和华 你们这帮以色列人 又倚靠埃及人 又说要倚靠耶和华 就透过这个故事 历史事实证明了 原来属神的人就心怀意义 又倚靠神 但神看不到 是不是真的可以 那就倚靠那些看得到的埃及人 所以他们就受尽灵欲羞羞 他们就在这帮的侵佔他们的这一批的军队里头 这一种的神谷 亚瑟王的神谷 就用亚南的言语 骂他们这帮以色列人 当时以色列王的神谷 就出来求他 请你不要用犹太的言语 免得被八世人听到 这个亚瑟王所猜来的将军 拉帕沙基这个将军 这是一个官职的官咸的名字 不是他的名字叫做拉帕沙基 是一个官职的名字 这个官员就说 哼 我当然用亚南语 就想所有人都听到 不单是你的王听到 你们这些神谷听到 所有百姓都听到 就骂他们 不亦是对这所在乘相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份 喝自己尿的人说 所以尽是羞辱的话语 因为他们生怀意义 他们要的平安得不着 那最后怎样 最后 这个希西加王 亲近神 亲近神他就发觉 他自己用以前这种 用那些依靠 埃及人 用世人那套 用金银财保 好啊 帮不帮到自己解决问题 帮不到 他在神面前就撕裂衣服 代表他里面有极大的悲伤 进到神的殿者亲近神 就将他这种痛苦的事实 被人凌辱的事实 展在神面前 神真是满有恩典和怜悯 差派先知二财 宣告一件事实 既然如此 神就为你争执 你最终要得着的平安一定赐给你 神就在一日之间 他现在猜浴他的事者 就将所有的阿淑红军队 殲灭了 之后发生什么事呢 之后圣经就说了 我这个事实一定会显露出来的 你们将来会怎么样 圣经说 由大家所逃脱的 仍然要枉下扎根 向上结果 并且不单有神 业心要成就这件事情 更加将平安的日之赐给他们 所以上文就说了 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去到后年你们才继续耕 即是未来这两年 你去到地上 就有无尽的食物供应给你们 这是神热心所要成就的事 不单止解决你们 现在见到这种 夏雪王军队的攻击 而带给你们的不平安 神要将这些军队完全的殲灭 将平安赐给你们 你们未来很怕没有食物吗 神又供应了食物给你 未来两年不用耕重 所以听众们 这里就说明了一件事实 你在神面前谦卑 你就得着神要赐给你的恩典 不单得着的是物质上供应 幻要得着你心灵的需要就是平安 所以我们是要这样谦卑来到神面前 用熟灵的方法祈求熟灵的事情 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的同事 让我们能够得着神 要我们得着熟灵的益处 亲爱听众们 今天你个人的讨告生活中 是不是按真理和熟灵的得着 讨告祈求 以与神为有呢 还是你按世人的想法和目标去讨告祈求 最终你竟然是与神为敌呢 愿神亲自将我们从与神为敌的讨告 拯救出来 进到一个与神为有的讨告 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是 教会中与世俗为有的便与神为敌 第一点与神为敌的效法世人斗偶满足贪欲 第二点与神为敌的需讨告祈求 却只为现乐 第三点与世与神为敌的 因灵女骄傲并充斥贼 第四点与神为敌的因不信服神而心怀疑意 第二点第五点与神为敌的因主前自卑 而蒙恩圣告 愿神亲自透过这段经文的主题和信息帮助我们 使我们继续在讨告当中 尚与神为有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差天父感谢你 让当时在你感动下 作守望的使徒雅各 能够在你的面前作你所喜悦的事情 照着你所吩咐的 劝戒当时的圣徒 在讨告生活中 没有与世俗为有 免得所走的路与神为敌 亲爱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一路听的时候 回顾你的话语 我们竟然称为神的儿女与你为敌 竟然用熟灵的方法 为了满足自己与你为敌 求天父赦免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心态 有这种渴望 有这种心华意义 求你赦免我们 让我们有一种悔改 哀哭的心 遇到我们一心一意 能够传谦卑的心 以属灵祷告的方式 祈求你所喜悦的事情 因为你有极大的恩典 赐给谦卑的人 你有极多的恩惠 要临到谦卑信服你的众圣徒 所以求主亲自透过这些经文 里面所论述的真理理念 警戒我们 鞭策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归正 让我们的祷告生活 充满这种蒙你月立的信心 与信服 让我们的祷告生活 展现出来的是与神为友 愿神亲自的月立 继续怀念帮助我们 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广经》系列《雅各书》二章 一到十节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